6月1号是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最后一天 国税局表示 台东民众都非常配合准时的来申报 在最后一天只有200多人申报 也提醒民众 在1号国税局将加班收件 并且延长收件到晚上的7点 而且网络申报的时间 还延后到晚上的12点为止 建议民众要多加的配合时间提早申报 综合所得税在今天是申报的最后一天 申报现场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国税局局长表示 台东的民众都相当配合申报 都在前几天完成申报 根据统计出来的申报率高达90%以上 那今天是我们综合所得税报税最后一天 那我们统计到昨天12点为止 我们已经完成 台东辖区已经完成了38,095件的报税 那其中网络几乎全部都是网络 凭证报税跟那个税额失算 已经达到我们报税的90几% 也谢谢各位乡亲的大力的帮忙 那如果说你在晚上报税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缴纳的话 缴纳现金可以后面就是明后两天还可以去缴 不用被处罚 就是说按照你金额去缴 提醒民众 国税局今天将加班收件 时间延长至晚上7点 而网络申办则至到晚上12点为止 在6月4号以前没有完成缴税 将每过两天都会增加1%的值拿金 也请民众提早申报以免受罚 记者蔡晨翰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